大家好,我是二姐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牛肉饺子的做法 大家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和一下面 和面比例打在字幕上了 边倒边搅拌,先将面粉搅成面絮 搅成絮状之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光滑的软面团 盖盖子饧面半小时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下馅料 这是600克牛肉,我们先给它切开 将牛肉先给它切片 切好的牛肉放入绞肉机里 大葱给它切成片 生姜切成片 放入牛肉中 看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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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